各位同学大家好 昨天美国股市重挫 尤其是废半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 开低一下子跌了254点 但是马上又拉上来 又杀尾盘 今天有很多股票很奇怪 同学我在这里要告诉你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待会我会跟你算筹 那我在这里加LINE了之后 同学我会跟你讲价钱 昨天晚上告诉你的是什么 外资大散户追高卖低 我们买 像譬如说安国我们不是说 我们昨天出一半 出一半就是出一半 买165 166 昨天外资追了1400多张 结果今天外资又砍了1100多张 所以我跟你讲 外资就是大散户 他就是追高杀低 他最会的 我跟你讲 他真的是很厉害 安国你看 你看 今天马上跌5块多 外资卖了几张 外资卖了 昨天买了1400 这边卖1100的时候我们去买 这边买1400的时候我们卖给他 那我们还没有买回来 还有一半持股 所以同学我们做股票就是这样子 我们不会涨的时候很兴奋 我们涨的时候当然兴奋 因为我们第一买的要卖给他 所以同学 昨天外资买很多 你看一下安国 安国大砍1100多张 我们在买 然后追买1400多张 我们在卖 这是我们的操作 我告诉你 我每一支股票我都公开讲 好 现在同学看到了 创意 世新 爱普 同学我记得我上节目以来 我说创意我们已经制造了1000块钱的价差 1000块钱的价差 对不对 这是去年11月23号 我生日这一天 我告诉你我做了1000块钱的价差 那我也答应同学说 未来我要帮你再赚1000块 其实差不多500块有了 后面还有一个500块可以赚 你看今天创意有没有跌 昨天我不是跟你讲1600以下 你就尽量买 你敢买你就买 因为高伟老师扣出 他不扣出还杀不下来 他扣出杀下来被我们买到了 今天是不是来到1660 来 同学看一下 我告诉你什么 1650 那你昨天买1600的 我不要说买到1590 好不好买1600的 今天有没有1650可以出 看一下同学 有没有 老师 老师你这里有写 老师最低1600没有来 好 四星在这里来说区间2750到2850 有一些同学看我的 其实今天四星 我们这样讲 今天2820就应该出了 不要等到2850了 那为什么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美国股市重挫嘛 但是又杀下来 好 你有2820有出 你买在2720 买在2700啦 2700应该买得到啦 又是120块的价差 对不对 今天下沙有出量 今天有出量 你看哦 下礼拜一跳高开 那开盘价 我们先讲好不好 同学我们先讲好不好 开盘价应该是2720块 老师你怎么会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礼拜一的开盘价是多少 我就是比别的老师认真 好不好 这个叫认真 那爱普382到400 低点还准 高点不准 好 看一下爱普 因为美国股市大跌嘛 382 老师 我今天有会员 用施赖的问我 说老师 什么点买 我说381买 381买 同学我们在这里讲话 这个都有赖 都有赖在这里讲 我们跟你讲都有赖 381 392出 381买 价差11块钱 对不对 价差11块钱 好 同学我讲得很清楚 就是这样子 所以创意我要创造 1000块钱的价差 四星我最少要500块钱 四星应该可以1000块 从现在开始算 你拿笔跟纸记一下 四星我们从这边开始算 我应该可以做到500到1000块钱的加差 爱普大概可以做到200块钱的加差 对不对 好同学 我们今天有同学在网路上问说 老师你们今天有没有买股票 我们今天没有买 今天没有买 因为今天公司那边大小生很多 我叮叮当当吵死了 所以今天没有买股票 但是你注意到 我虽然跟你讲的新顶 有微科 对不对 新顶有微科 我们看一下新顶 新顶今天没有买 其实今天盘下很好买 买了也拉到快涨停板 这个当冲 三万多张 你随便要冲几张都可以冲 对不对 同学今天没有做 真的没做 有微科就涨停板 我是不是都跟你讲 同学我都跟你讲 我都跟你讲 对不对 我跟你讲的话都实实在在 那你现在来找我 我下礼拜一就会开始做了 而且会很积极的做 因为盘势越来越清楚了 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好不好 好 那来看一下 今天有很多股票 很邪门 来同学 我们看一下今天爆出一个 6281亿的大量 我发觉今天收盘的时候 有很多股票 非常有搞头 来看一下 没有人教你这个我来教你 你看一下台积电最后一盘三万张 老师三万张代表有三万张要买 三万张要卖 对不对 利旺张数不算多 这个没有什么 四薪最后一盘570张 570张要多少钱 一张两百多万 570张要10亿 吓死人了 这是当冲 当冲的吗 我不知道 这将近十亿 十几亿 创意七百多张 金星科本来就没量 所以我就不讲了 艾普244张还好 这本来就是这么多 智元800多张 最扯的是威胜 威胜 六千五百六十一张 老师威胜 最后一盘的成交量 比前面几天 一天的成交量都还大 老师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我待会给你看一下 好不好 系列三百多张 励志一百多张还好 玉创五百多张还好 安国四百五十张 对不对 心鼎七百张 有问题 这个也很扯 齐鸿有四千两百八十一张 一盘的成交量 甚至于说 比前面几天 一盘的成交量 比前面几天 大概是一天的成交量 老师是不是公司要倒了 那我问你 四千多张卖出来 如果没有人接的话 应该就跌停板了 对不对 如果没有人接的话 应该就跌停板了 所以同学 现在很好玩 齐鸿双鸿外资又回来买了 对不对 我昨天跟人讲游威科也是涨停 文帽是不是涨 文帽我们也有 是不是涨 老师大盘 重挫两百多点 文帽还能够涨 对不对 还要注意到 爱普第一季赚了2.27 五月营收小衰退 但是六月以后将大成长 直喷500也是很快 因为本来都没量 现在量都出来了 像讯息一样本来都没量 现在都有量 对不对 所以同学 有量就对了 好 我在这里先给你看几档股票 好不好 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筹码 因为券商进出出来了 算给你看 我刚才讲的那几档股票 我真的有时候觉得 这一定是有猫腻 2388的威胜 阻力是卖的 你看台湾摩根 你没看到台湾摩根 一笔就给你买多少 3153张 瑞银买1136张 买的价钱 大概就在收盘价附近 收盘价附近 好 可以买到这么多张 再加起来 6000张 谁在卖的 美商高盛 你看看美商高盛 就是收盘价 卖了6063张 好 如果没有人买 一笔卖6000多张 是不是马上跌停 对不对 但是同学 竟然被人家买走了 那你就要注意到 下礼拜一会不会开高走高 盘中级 我会写在这个里面 好不好 我写在这里面 你就注意看就好了 同学 如果你手上有 或是你想要做这一支股票 或是你想做现股当冲 你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同学 我会把筹码在这里写的清清楚楚的告诉你 同学 你看 我可以把这个价钱 这个价钱 这个价钱 隔天 我是昨天晚上写 其实我昨天晚上写的时候 是11点多12点 哪一个老师像我那么认真 别的老师不是睡觉就去打混去了 对不对 中小老师花那么多时间 在这里是为了会员的权益 对不对 所以同学 很重要 你一定要加赖 那如果真的想要赚钱 这两天 有同学 自己做来做去 都没有赚到钱 有一点哦了 所以同学 赶快来 礼拜一我带你做 我带你进会带你出 对不对 同学 我跟你讲嘛 验证是最大的诚信 有买有卖 获利放口袋 为什么买 为什么买 有讲清楚 对不对 同学 赶快 进广告 打电话 我现在 因为在这个运动台这边 不会坐太久 所以我现在 假日 有打折 我带你当冲 带你做价差 创意 一千块 世新 一千块 爱普 两百块 你认为 你做得到吗 做不到 你打电话进来 下班长 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明灯 贯通国际 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零二 七七二五 九六六八 贯通国际头顾 诚信至上 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 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绩效 华仲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 带进 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 明灯 贯通国际 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零二 七七二五 九六六八 想了解 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 股动乾坤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我刚才把筹码在这里跟你做一个分析了 筹码要配合技术面 老师你分析这筹码有没有用 有用 因为技术面会告诉我 举例来说好了 维生今天下沙对不对 我问你 它这条季线 它是已经站上五日线跟月线 这条季线是不是开始要走平往上 MACD往上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它回来之后它会强谈 对不对 不是说分析筹码 谁买谁卖 就会大涨大跌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 如果筹码对的人买去的 那就对了 那就会大涨 那我问你 如果外资一口气买 五千渣 你认为他买五千张买来好玩的 买来套牢的 不是 他买来他一定后面有故事 他要拉 那问题是 他如果在这里买五千张 那技术面有没有翻多 对不对 技术面有没有翻多 技术面有翻多 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那就准备 那你就要知道 它的关键价是多少 那你就可以做当冲 对不对 好 同学 给你看一下 这一档叫安果 我们昨天出调 才出一半 你看前一天买一千四百四十张 今天砍了一千一百七十二张 我问你 我们昨天卖是对还是错 老师 你魏普先知 不是魏普先知 是因为我知道 就像我讲的 有买有卖 获利放口袋 好 注意到了 来给你看几档股票 给你看 第一档爱普 我们大家都有爱普 每个老师都有 如果每个老师都有 他也有没有办法写出 昨天晚上写的 有没有办法写出最低价 老师你最高价不准 差几块钱 对 那是因为写的时候是美国股市 而且要看量 好 看一下爱普 看一下爱普 爱普我打算赚两百块的价差 从我们这样讲 前面都不算 我们从今天开始 好 来看一下爱普 外资小买 自营商小卖 这个都几百张 这个不算什么 你看昨天他卖了 一千两百七十张 我昨天晚上是不是写 爱普外资会反手买回来 对不对 再来看一下 金国光你看 外资连买三天 今天买了两百多张 好 我跟你讲 金国光如果前面 这个一支涨停 两支涨停 三支涨停 你没赚到 你又想赚的话 你来找我 我认为后面大概还会有三支涨停 好吧 同学我这样讲可不可以 我认为后面还有 但是他不会天天涨停 他的股性就是这样 你看今天大盘跌得跟猪头一样 我问你 打下来又被人家买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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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盘小小买进 这谁买的 这外资买的 好不好 光学镜头每一支股 都标到天上去了 来看一下看一下光学镜头 光学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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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光学 光学镜头在哪里 就是这 阳明光今天上去了 其实阳明光我以前也很喜欢做 其实阳明光我做他从来没输过 这个也是我尬语的 我会开始追踪这一支 阳明光你看今天拉尾盘 仙晋光是不是拉尾盘 我前面有讲过 郁晋光是不是拉尾盘 华兴科是不是拉尾盘 新聚科是不是不跌了 中阳光是不是也拉尾盘 联谊光也没跌 对不对 金国光也没跌 对不对 嘉陵也没怎么跌 嘉陵我们出掉了 亚光也没怎么跌 我以前很喜欢做的就是 阳明光跟金国光跟郁晋光 这三档光学股是我最喜欢做的 那我大概会分群组在做 因为不想买太多张股票的话 就分群组在做 好不好光学股 来看一下稳帽 今天外资买很多 来看一下稳帽 你看外资投信自营商 连续三大法人每天都在买 稳帽也是我的代表作 我每次做稳帽也都赚钱了 也都赚钱了 我卖我出一半 新会员如果空手的 我们随时有好的点会买回来 甚至于做一下现股当冲 好不好 同学 大概讲清清楚楚 加赖以后我要告诉你 像譬如说 有微科 譬如说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很强 对不对 被动元件 6月17号写的 国具很难涨停 波段涨得多 华兴科育邦亦涨停 对不对 同学 我们看一下 国具创下波段新高了 已经快到1000块了 500多块就告诉你了 已经快1000了 华兴科也一个底部也出来了 对不对 玉邦又涨停 同学 我有沒有事先告诉你 对不对 那事先告诉你 要买才算 当然 因为我的这个盘前筹码分析 太多人在看 大家要验证 钟祥老师的实力 对不对 你看一下 玉邦 再标30% 17号写的 对不对 是不是17号写的 17号在哪一天 14号嘛 17号 是不是17号写的 好 我们这样不算了 17号写再标30% 那拉回来 是不是在这个缺口 这一个跳功缺口 141块 135块 因为这个缺口是135块 135块 昨天 118号 17号写18号 19号 19号你可以买 135块 我们不要说133.5 到148 到162 几%了 20%了 所以同学 我们这样讲 现在开始 我们会跟同学报告 那所写的 就会照做 那当然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看着我的加赖 你跟着做 你也可以赚到30%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国际700了 华欣科 育邦 有没有 同学我不会骗你 我们上面写 几%就是几% 那创意 我从1100块 在这里一直告诉你说 我前面已经赚了1000块 我后面打算再赚1000块 也已经超过500了 大概六七百了 有了 那世新 在这里大概也是1000块 爱辅大概200块 我不是说从这里开始可以涨200块 我是说低买高卖 低买高卖 低买高卖 这样子可以赚200块 我不是说他目标价到多少钱 不是这个意思 就像譬如说 创意 他1000块没错嘛 对不对 我是低进高出 低进高出的1000块 所以同学赚快加LINE 好不好 加LINE我会公开的告诉你 因为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只有加LINE 才看得到 我写的价差操作 所以同学 有买有卖 获利放口袋 赶快打电话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